古时候啊 有红艳传情 相比那种大段的缠绵柔情的文字 现在年轻情语不一样了 现在流行什么 您知道吗 三行情书 短短三行字 它就能够传情达意 信不信 下面我们到我省首届高校三行情书大赛的现场去看看 辛苦你了 我来帮你画制图吧 我陪你看学生手册吧 你听的没错 这是南陵大工科女生顾家卫参赛的三行情书 而且还获得了省高校三行情书大赛 南京联业大学站的一等奖呢 有人说这是情书嘛 也太平白了吧 既没有朦胧感 也没有热烈感 制图代表学习 学生手册代表品德征收纪律 感觉到这位学生考虑的不错 德彩 健庇 学习上面 品德上面 成长 承载方面的 互相的寂寞 关心 帮助 不光是风花雪月 不 还是什么风花雪月呢 风花雪月的话呢 当然年轻人喜欢这个 其实写这首情书的顾家卫啊 还是大一的女生 也没有谈过恋爱 刚入学正在为制图和学习 学生手册发愁呢 几笔平白的文字 说出了当时的心境 也是这位小女生憧憬的爱情场景 就希望如果这个时候 能有人陪我一起做这些事情 就会觉得比较开心 我觉得陪伴 就是安静的在一起就很好 不需要太那种 拍板这首作品获奖的卢教授说啊 现在的年轻人恋爱喜欢追求浮华之物 其实真正的爱就有如这首情书一般 平淡而真切 江苏轩视频道给您报道 嗯 写的不错 都刺激了我的创作欲 我也给您来一个三行是吧 挺好啊 吃了吗 再吃点 走 您是不是觉得这也能反映出 那种民以食为天的朴素情怀 平淡又真切 是不是 来去一下广告 您哎呀 亮 亮